各位读者大家好 我是基本电学实力养成的作者 那我目前毕业于师大 然后从事教职工作 那接着去海洋大学教育研究所进修 所以目前从事基本电学相关知识的领域 教学经验也有12年 那实作的部分也是属于我教授的范围 那我有取得甲种或者是乙籍的证照述章 那所以不论是学科还是术科方面 都有一定的水准 那我很高兴就是千华作版社能够邀请我这次 为国民的考试来撰写参考用书 首先针对国民的有关基本电学相关领域的考试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说明跟分析 那国民基本电学的这个部分 可以考试的种类非常多 比如说像台糖 台水 台电 或者是中华邮政 或者是捷运等等 他能考试的种类非常多 所以我现在就先以考试的题型来做一个区分 那为什么要用考试的题型去区分 就是我们发现有些读者 他会因为考试如果是考选择题的话 他比较会去报考 因为计算题总是比较艰深 比较难一点 所以说这个是给各位一个参考的方向 那我们先用题型来分析的话 也就是说一般来讲台电喜欢出的题型是填充加计算 填充加计算 那其余大多数都是选择 那选择题数会比较多一点 而且会并入其他的其他类是一起考 就是某一个部分这样子 那以选择题为主的话 当然就是说各位读者就是有比较 有可能猜题的几率 在准备上会比较容易一点 那比较容易入手 就是你在看我们就是参考用书的时候 重点也比较容易去抓 那当然在这边是希望就是各位不要去放掉任何一个部分 那准备周全一点的话 当然分数高一点 机率也会相对比较高一些 那本用书 我们这本用书是希望 国民营的部分 因为考试类型真的非常多 那我们希望就是说 能够配合不同的考生群 我们希望能够配合 所以说章节就分得很细 从第一章开始 就会分很多小节 那我们希望说 就是我们在规划的方法能够符合 像你是初学者的话 你能够很容易入手 能够接触到说 什么是电的基本概念 那你能够知道说 原来基本电学从一开始是这样说 所以我们就是偏向比较教科书的编辑方法 我们就比较不会像说是讲义型 那讲义型的话 大概都是条列式的重点 一章列出可能四五十个重点 那各位考生就是开始狂背 一直背一直背背 然后就是再来题目 你就狂做狂写 然后这种方法或许会有立即的效果 那可能对于说像选择题的考题 会有帮助 可是如果说题目比较活用的话 那就一定会相当吃力 因为你们只有知道条列式的重点 你们不知道说 它的原理跟公式推导是怎么来的 所以这部分的话就是拿捏 就是你要拿分的话就比较不容易 所以说我们就是依照这个方法来撰写用书 就是希望各个不同的领域 或者你是第一次接触也好 或者是你是复习也好 能够很快的上手 以上是本作者简短的说明 希望就是各章各节这样的说明 能够帮助读者了解说 我要如何去使用它 那如果说在书中里面有一些疏漏 或者是不足的地方 还请各位能够不吝指教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